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黄帽观察室 最近我在重看EVA 突然就产生了一个疑惑 EVA里奇奇怪怪的天使们 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 结果搜着搜着 发现其实EVA里的天使 居然还是比较写实的 现在大多数天使出现在艺术作品里的形象 基本都是美丽、圣洁 穿着白色长袍的样子 有时候还会抱着一个漂亮的竖琴 但其实圣经中描述的天使颇为诡异 从人寿混合的外表 到完全没有人形的天使 今天小黄帽就给大家讲讲 天使们真实的样子 第一种天使 智天使 记录博 智天使记录博 也被翻译成小天使 就是那些长着肉乎乎脸颊 和羽毛小翅膀的小天使们 但这些看一眼 就让人觉得吉祥的小天使们 和圣经中对智天使的描述相差甚远 智天使被描述成动物与人类的结合体 不过它确实是有翅膀的 在以西结书中 先知的异象将它们描绘成 一个有四张脸的生物 一面是狮子 一面是牛 一面是鹰 还有一面是人 它们双腿比直 有四只翅膀 还有像抛光后的黄铜一样 闪闪发光的牛蹄 其中一组翅膀 覆盖住智天使的身体 而另一组用于飞行 只听文字描述的话 整体形象有一点斯芬克斯的感觉 不过在绘画中表现出来是这样的 虽然没有更多更详细的文字描述 但信徒们似乎觉得智天使是有很多眼睛的 所以关于智天使的画像里 很多都会给他的四只翅膀画满眼睛 看着就很克斯鲁 智天使被上帝分配了各种任务 其中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任务 就是守护伊甸园 出于好奇 我查了一下丘比特是什么种类的天使 丘比特居然就是智天使 所以把你和你对象射穿的爱情之鉴 发射者居然是这么一个生物 我稍微查了一下 丘比特胖乎乎的小天使形象 可能演画自乔凡尼·巴蒂斯塔的画作 他画中的智天使都有着可爱的孩童脸庞 长着小翅膀 但并没有身体 第二种天使 赤天使 塞拉芬 塞拉芬天使据说是上帝最先创造的天使 也是和智天使同属最高位阶的天使 同时也被看作是神殿的管理者 围绕着上帝的宝座不停地引诵歌谣 对赤天使的描述是这样的 六亿天使 有六只翅膀 他们用两只翅膀遮住了脸庞 两只翅膀遮住了脚 还有两只翅膀用于飞行 要用两只翅膀遮住眼睛的原因是因为 上帝太神圣 他不能直视 所以要把眼睛遮起来 之所以是赤天使 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体是火焰 塞拉芬这个名字也是来自西伯来语 意为燃烧 第三种天使 坐天使 坐天使是守卫上帝宝座的天使 坐天使和治天使都是上帝的守卫 只有我们刚刚说的赤天使是专门用来唱歌的天堂助唱歌手 根据以西节书中的描述 坐天使的长相是这样的 他们每一个看起来都像是一个轮子与另一个轮子相交 他们高大而又奇妙 四个轮子周围都布满了眼睛 而且坐天使像黄玉一样闪闪发光 坐天使的长相比之前两个天使还要奇怪 据说坐天使是天堂战车的轮子 这样想的话长成这样也非常合理 天使们怎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那这些在原文中长相非常有特色的天使 是怎么一点点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呢 起初我猜测会不会是后面的圣经版本 为了更方便传播 所以隐去了对天使的真实描写 将天使改为了现在两只翅膀的天使 但其实新约圣经中除了治天使和赤天使之外 完全没有提到其余天使有翅膀 一些在人间传信的信使天使 被描述为普通的人形 只是穿着金光闪闪的衣服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关于天使的画作 是纯粹的后世艺术创作 有一些史学家称 这些天使形象大概率是从罗马和希腊那边神话中的形象转变而来的 他们认为天使的一对翅膀是借用了黎明女神奥罗拉的形象 其实从一些文物中我们也可以窥见 最早的天使确实是没有翅膀的 目前发现最早的基督教天使形象在普里希腊地下墓穴 这个墓穴是意大利的一个考古遗址 从二世纪末到四世纪 这个采石场被用于基督教墓葬 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天使形象是完全没有翅膀的 目前已知最早长着翅膀的天使形象 出自萨里古泽尔发现的王子石棺上 在后来艺术作品的影响下 我们总觉得天使是拿着竖琴弹奏的优雅存在 但其实天使弹竖琴在圣经中也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最早出现这样异象的 是约翰·米尔顿1667年的史诗《施乐园》 好了,关于天使的真实长相 以及天使形象如何演化的故事 咱们也已经讲得差不多了 搜索相关资料的时候 我发现《创世纪》里有提到过巨人的故事 关于巨人是怎么出现的 以及在其他神话里关于巨人的故事 如果大家想听的话就请扣个1 想看的小伙伴多我就马上做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你收看小黄猫观察室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